各位观众 掌声欢迎 龙威蜜 隆重登场 欢迎收看隆重登场 团结政府要倒了吗 前首相沙尾里突然说 这个重置联名就像是强扭的瓜 不甜 没有幸福可言 其实早在沙尾里之前 巫统最高理事诺加自然就已经讲过了 行动党就是巫统的包袱 害巫统很难抽过马来选票 这到底是要演哪出戏呢 继续吃瓜之前提醒大家记得订阅追踪我们的频道 我们不想也不会花钱买粉丝账号 更加不想学巫统甩锅这样没有节操 行动党是不是巫统的老鼠石 这一点可以争论的 因为行动党也可以讲巫统是他们的老鼠石的 我们要先搞清楚的一点是什么 马来选民在选国大选的时候 唾弃了巫统 巫统在喜马上镇的91个马来选民 超过70%的国会选区里面 他们只赢了12个议席 那个时候巫统不单只是没有跟火箭走在一起 还常常抨击和妖魔化行动党的哦 马来人没有赖这个心事吧 被一位巫统喉舌报的 不都三内最近的一篇报导就突破了大家的茫长 报导是这么说的 巫统高层对于即将举行的六场周选都没有信心 他们觉得那个胜算不大 因为周选跟全国大选的距离太靠近了 马来选民还是比较倾向支持国盟 不是支持巫统 哦 原来都是在为自己找失败的理由 可是这样也不能怪火箭的嘛 因为大选的时候人家马来选民不选巫统去选国盟 明明就是因为哦 觉得巫统贪污腐败 让尼服不舍必 现在哦 那些备受争议的法庭派领袖呢还在呀 他们的票房独行哦 应该会比行动党更致命咯 所以无奈的是什么呢 团结州府现在还是必须要靠这些票房毒药来稳住大局啊 而巫统里面想要改革的那个派系几乎都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咯 剩下来的不想要站堆 但是又不能交传的人可以怎么办 就只有对着媒体 或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发牢骚 选些不能哦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敦马最近在推特发出25道自问之答题 我当首相 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有网民就提醒他老人家记得吃药 而敦马告首相安华诽谤的案件也到了期限 安华仅透过代表律师放话 我们法庭见 随后安华赶在开摘节前夕宣布多项好消息 包括多放一天特价 全国33条大道 4天不收过路费 交警罚单一个月大减价 只需缴付50内级 就可以缴清2022年以前收到的旧罚单 以及让穆斯林特许囚犯有机会跟至亲过节等等 不晓得那集包括在其中吗 还不赶快去check你收了多少张2022年以前的沙漫 趁大减价好赶快去还掉它了咯 那位在云顶飘一飘到撞山坡的27岁司机 有没有好心人绑架他 因为他之前欠了11张超速驾驶的罚单 最近这一单应该没有的discount了咯 年轻人飘什么年 要就去东县国家吗 不过也不是每个年轻人想要贡献国家 人家就会打开门来欢迎你的 巫统的人嫌弃西蒙 但是穆斯林特许就不断找上门 大纹主席赛莎迪不止一次放低姿态说 要申请加入西蒙的啦 但是西蒙就是没有人要领他咯 就连公关做的最best的路照服都说 哦西蒙最近没有开位来富佑穆斯林特许 公正党青年团团长阿当阿里就说 哦我们没有接受但不代表不接受 什么意思呢 哦就是来日方朝 再看看咯 其实阿当阿里呢都算客气的了 薛州公正团根本就没有再给脸啦 资讯主任法屋子呢他就喷姆大 其实也不是靠西蒙保留下来的 如果姆大能有附加价值 还有无关通养的话 那为什么西蒙要接受 姆大的家门哦 well年轻就是本钱 在政治里是不work的 在政治里呢应该是叫 年轻没有本钱没有资源 那不只是财力上的资源 还包括组织的那个渗透力啊 甚至有些做到老年了的领袖 现在都还轮不到他们上位啊 你们这把布大仔要来分一杯咯 suda啦走人边啦 阿当阿里已经给党高层喊话了哟 他希望呢党中央可以拍 30%公亲团的人上阵周旋 你看自己人都不够分了咯 你还要抓一只老鼠进米干咯 而且木大哦 还是小朋友很喜欢的 Micky Mouse 至少在公亲团年里是这样啦 这怎么叫那么优质 不是优质 最近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阉霸也静悄悄的入境了 疫情趋缓过后 种植业和工业活动 已经恢复正常运作 加上炎热天气 可能持续到8月 今年的阉霸问题呢 预料比过去三年更严重 卫生部也发出热浪警告 呼吁民众遵循当局 发出的健康指南 避免中暑或者脱水 另一方面 新型变异病毒Acturus 入侵我国了 卫生专家就提醒大家 开这节期间也要保持警惕 即使天气酷热 也尽可能地戴上口罩 防止疫情反弹 也避免吸入烟埋污染的口气 来给你猜个IQ题 为什么病毒不怕热烂和烟埋 找上它呢 因为它会变 变到阿妈动影的 其实除了病毒之外呢 还有一种东西也是说变就变的 毒 这个是最新出的剧集耶 有没有在追 那从老婆控诉她的网红老公 跟马来员工搞婚外情 到现在已经出了 前专 就是老公反指控老婆 给她带绿帽在线 而且呢 两个人早就已经离婚了 两句话可以讲完的事情 可以写成连续剧 真的辛苦记者媒体们了 整件事情 如果双方讲的都是事实 只不过说明了一个事实的真相 离婚是好事来的 不过 过我们什么事呢 妖怪吼 也是宗教局管的事咯 因为穆斯林未婚女性 跟离婚男搞上的话很假的咧 男士主还说 他们一起去过巴黎岛生心咧 可是现在吼 应该也没有宗教局的事了啦 因为男士主已经标态了 他在学习伊斯兰教义当中 准备把小三给扶正了 不过呢 对于被老公指控出轨在线的老婆 当然也有出面反驳啦 他说过去一年 他都在喂人奶 一天要挤六次奶 请问这种情况下 怎样出轨呢 不能的咧 我没有生过小孩哦 直到人可以跟我讲了 鸡奶不能出轨了咧 出轨一定要做运动了咧 等你来留言咯 记得要分享按赞这支影片 给更多人看咯 拜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